歡迎加入今晚的NBA Today 來看公路跟魔獸的比賽 全場表現最亮眼的就是希拉快胎 Yanis攻下37分 10籃板6助攻 也順利公路118比114 強下6連勝 就是回味神跟六馬拉比賽 是充滿話題性 專門人回到曼菲斯主場 跟哈利巴丹的後場交活 都是一大看點 最後某人面子李子全 率領回雄116比103 強下勝利 回雄主場迎戰六馬 這是Jaggle Run復出後 第一次在曼菲斯球迷面前出賽 這感覺就像從來沒有離開過一樣 不管是要自己撕裂防線得分 還是為隊友製造機會 都是耐格當全場球迷 最愛又最熟悉的很好球星 不過一開始表現最搶眼的 還是他Jaggle Jackson Jr 光是第一劫就砍了14分 全場21分精湛 幫助胡偉雄上半場最多層取得23分領先 不過六馬沒有意志埃達 在特斯特特勒布特帶頭下 有效縮小分差 哈利波特全場拿下17分 傳出14助攻 讓六馬半場打完56比58 只有一球之差 來到下半場還有Obi Topping奮奇 包括這精采的在內Obi王全場攻擊下22分 讓六馬一度逆轉超車 但胡偉雄這場還有個人收肝很燙 Despin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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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場他一個人就投進4顆3分球 總計轟下31分是全場最高 當然也別忘了謀認總計20分 八十公分的稱職發揮 揮手成功甩開六馬周纏 116比103 請下勝利 繼續看到公路主場對上魔術 一開始就有精采好球 瞧瞧Chris Middleton 這個美式足球四分位一樣的昌傳 找到Yannis在捆扣touchdown得分 但這招可不是公路的專利 回過頭來魔術這了一口 Ansonin也是漂亮找到France Wagoner 雙手狠狠轟轟炸籃框 接下來更少看防守 悍將Johnson Isaac秀一波 連續兩次都把Yannis給蓋了下來 直接讓這位超級球星12國 奇拉怪胎連續被蓋 這可不是常見的鏡頭 不過Yannis馬上就展現 他為什麼是超級球星 一樣往裡面猛打 一樣面對Isaac 是直接把球塞了回去 OK OK 這下面子是討回來了 該是把李子也拿下來的時候了 那既然球隊一個都這麼說了 公路其他人是馬上開火 Damian Lita、Brooke Lopez 都送上精采好球 半場打完59比56 領先的是公路 來到下半場 在Yannis跟Lita發揮下 更是一度將分差拉開到15分 不過魔術這場是韌性十足 Ansonin全場18分 10籃版的Double Double Wagoner更是砍下29分 但連魔術追到剩下四分差 但這差距就是追不上 因為公路還有Yannis作證 總計37分10籃版6助攻的全能發揮 加上Lita24分的火力支援 雙星聯手穩固零星優勢 幫助公路118比114搶下6人勝 灰雄的當家球星 John Marin 今天是他捷徑復出之後 回到主場第一次出賽 當然是受到 曼菲斯球迷的熱烈歡迎 而且Marin的表現 也沒有讓支持他的球迷失望 回到球隊之後 不僅幫助灰雄雲車 還把整個團隊打出了 跟之前完全不一樣的氣勢 相較之下6馬那邊 尤其是Harry Burton 就感覺是完全被比下去了 I want to say welcome back Jah We proud of you Shorty Keep saying stay locked in and we appreciate you Stay blessed John Marin解禁復出後 第一次在灰雄組場出賽 球團在賽前是特地安排 由老大哥Degrox作為代表 誠摯歡迎這位 當家球星歸隊 曼菲斯球迷 當然也是給予最熱烈的 歡呼跟掌聲 而斯特蘭羅斯還在掛傷號 無法跟Moran一起上場 上演槍與美國的連線 但灰雄還是很夠力 116比103 幾吹六馬 而Moran帶給團隊的幫助 可是遠比賬面數據 二十分五籃板 八助攻還要大多了 這位是正確的 這位是正確的 不是,我沒有想到不忍睹了,你真想要ene? 它是生意給你,不讓我感受到的感覺, 他叫什麼時候在上場, 那個平常的群組都覺得現在沒出口, 他們會會有機會, 他會給他們信心, 這也是連意的運動生活他會的那樣子是 任何失踪,任何回事他會、任何回事他會受到 而是信念他會持住的那項目 雖然回首 目前戰績還是只有八勝十九敗 但從現在開始擠起直追 絕對還來得及 反倒是今天輸給他們的六碼 結束季中錦標賽的驚奇之路後 六場比賽只繳出兩勝四敗的成績 當家主控這六場下來 場均成績是十六點五分 十二助攻 乍看這下傳球功力還是很新 但場均失誤也多達四點二次 突然Felgo還掉到只有四成 三分球命中率也只有兩成八 和之前被稱為新生代第一控的表現相比 是遜色不少 尤其現在某人回歸後發揮得十分亮眼 彷彿就在提醒大家別忘了 那個灰神十二號才是真正的新生代頭號 控球後衛 繼續看到公牛跟馬刺的比賽 文本米阿瑪表現不太理想 只拿了七分 而至於公牛則是成員皆兵 團隊共有六個人得分上雙 最後就有一百一十四比九十五 擊退馬刺 至於烏石跟拓荒者交手 首都大軍在凱爾庫子馬 攻下三十二分的代理之下 來到下半場一度領先多達十八分 沒想到比賽來到第四季 直接把優勢全部花光 有沒有遭到逆轉呢 一起來看看 近況明顯回溫連斬七六人跟虎人的指甲跟公牛 今天是在主場迎戰二連半的馬刺 但可別看兩隊近況有些落差 上半場比賽兩軍可是打的你來我往 工程軍團多點開花 除了DDR的九分以外 禁區兩大肉柱 Volcevic跟NDR DRAMON都在斑馬陣手禁區裡面 得到了雙位數的分數 而說到Webbenyama 那就有點尷尬 因為上半場比賽 斑馬先生是被公牛禁區 各種肌肉棒子防守限制 前面兩節比賽一分都沒有拿到 幸好聖城隊友們還算爭氣 這番Vercel得到十一分 其餘也有七名隊友有得分紀錄 但馬次上半場比賽打完 四十八比五十二緊決在後 但實在不得不說 斑馬這場比賽的進攻是真的不及格 一場比賽就七分進帳 唯一的看點就是第三節 這漂亮的No Look Pass 其餘表現真的是乏善可乘 反觀公牛隊穩扎穩打 全場六人得分上雙 DDR跟Kobe White分別拿下二十一分跟二十二分 率領風神軍第四節慘息侵吞 將分差拉開到全場最大的二十二分差點的成績 中場比數一百一四比九十五 馬次出球指揮公牛則是笑納三領勝 接著看到隔壁棚華盛頓巫師 前進波特蘭踢館拖皇者 雖然首都軍團賽前二連敗 但面對這西區排名倒數第二的小老弟們 打起來依舊是有刃有餘 上半場在酷少爺手感躺到不行 十二頭七中突然十八分 Tiles Jones也有十分歪在兩季外線火力的情況下 以六十七比五十四 雙位數領先主場說真的吐荒者 甚至一來再戰 首都大軍的火力繼續升級 全場一共五人得分來到雙位數 上半場手感活燙的酷少爺 當然也不例外 這場比賽三十二分巴萊滿六足弓全能演出 並在這次快攻單臂爆口之後 讓球隊領先來到最大的十八分差 至於攻下二十四分的Tiles Jones 單場五顆三分球 也是頻頻在脫王者反撲氣煙上打焦冷睡 但是戰局來到決勝節 撕裂之城有個男人跳出來 那就是當家後衛Anthony Simons 上半場拿下十二分的他 第四節徹底爆發 第一個人就尻了二十二分 全場進帳四十一分 當中也包含這支關鍵的三分彈 讓突王者在比賽最後一分半左右 將戰局扳平 結果回過頭來一次成功的防守 卻被酷少爺拉下進攻籃板擺進分數 外加後續犯規戰術兩罰一中 讓物師重新搶回三分的領先 而突王者後續的進攻 Simon決定指導黃龍先拿兩分再說 就這Massi Cyborg 在成功從勇士哥九輪鋪手中把球抄走 讓突王者有最後一波終結一分差比賽的機會 結果教練團不給手感活燙的Simon操刀 讓Zenny Grant發動進攻 單刀突入切入禁區 幾乎連框都沒有打到 讓物師中場118比117 有進無險帶走勝利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PSocial